南北衛灘,一個對香港釣魚人來說夢幻的海域 我是Eason,跟著我一起去探索這個夢幻的海域 大家好,我是Eason,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這次是南北衛的第二季 首先我要很感謝輝哥贊助了我們群組70件的衣服 多謝輝哥 之後我們就說回這次的行程 這次的行程,我們是兩天兩夜的團 第一天會在六點出發 總行程就是兩天兩夜,是4300元 基本資料大家如果想看 可以回到上次我南北衛第一季也有看 之後要跟大家說一說今天的主角,青魚 青魚是常見的食用魚種 它最長的壽命有11年 它平均可以長到30-50厘米長 青魚是一種分布港,生長速度快,產量高 除了鮮食之外,它的肝可以提煉做魚肝油 是一種重要的經濟魚種 不過由於我們近年,人類部獲得太多了 外國學會就這樣說 本來他們是建議那些人經常食用的 但因為產量真的跌得太厲害了 所以他們就開始建議牛耳吃了 這種青魚其實是越來越少的 我想大家對青魚都很熟悉的 在日本餐裡面有鹽燒青魚 有很多青魚的刺身,青魚的壽司 應該大家都吃過的 但是青魚的肌肉裡面 含有大量的組胺酸 當組胺酸受到細菌污染的時候 他們就變成有毒的物質 就會令人中毒 這種毒素更加不會因為油炸、清蒸、煮湯而消失 如果吃了這些不乾淨的組胺酸 或者吸收太多這些物質 就會發生一個過敏 叫做青魚中毒 所以大家如果釣到這種魚種的時候 記得記得把保鮮做好一點 盡量一釣上來,馬上拿去凍住它 不要讓它浸太久 鹹水或者淡水煤了 再拿出來吃 這樣就會有危險 而且解凍的時候 我也建議大家 如果雪硬了 就拿回去下格解凍 盡量不要失溫解凍 還有一樣東西 我們常見的池魚、青魚和膠魚 其實是一些不同的魚 如果大家有興趣 留言告訴我,有興趣 我就專門做一期視頻 教大家分清這幾種魚 同時我希望大家可以多點讚好和留言 因為讚好和留言多 就會影響我這條影片的 Youtube幫你們曝光的次數 就是你們讚好越多 曝光就會高 所以希望大家鬆手一點 多點讚好留言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直接去片 這次我們去南北位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12點了 我們一去的時候 就爆釣這些魚 好忙啊,好忙啊 兩個人一起種啊 但還有一條 有兩條 六下六成底 並是 allergies 真的要付66 上了一條 可以吧 揮哥這邊呢 有了 我們離開了 太遠了 這裡有了 這裡還有 三條 兩個歩子 哦,你只有2樓 中魚 你記得嗎? 快遲這一條 嘿嘿 重雨 重雨 一條還是兩條?一條 兩條啊?哇!三條啊!四條啊! 什麼事啊?傑少你?哇!滿宮啊! 滿宮滿宮! 唉 不知道什麼事啊? 怎麼樣? 滿宮滿宮! 哇!又來了!三條魚! 六粒蝦仁換三條魚 哇!醃著它啊!傑少你? 不知道 你看看還在這裡嗎?很輕的 有沒有?好像沒有 剛剛我看到有的 但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掉了 有 有 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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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震了一下 是啊 但很小 應該是黃美石沙 是不是過來? 黃美石沙不要過來 下這個底下嗎? 是啊 什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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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的啊! 金木丁啊! 金木丁啊! 兩條啊! 兩條金木丁啊! 哇!這些我給你一點點啊! 哇!Eason厲害啊! 再一條一條啊! 哦!掉了一條啊! 撈機!撈機! 撈機!撈機! 撈機很遠啊! 哦!不行了!撈不了了! 撈不了了!好遠啊! 那條好吃啊! 再見!Eason!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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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Eason 挺可憐啊! 哈哈哈! 啊! 好吃啊!那條 拿一條魚 先拍照 這麼好 啊!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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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啊! 都來自 很好吃啊! 好吃啊! 脫了一條啊! 厲害! 快來! 現在我們在釣的釣組呢 其實是用一個很簡單的釣組 就是試掛的而已 那 綁個 750g 圓 就沉到 到 6-70m 這樣釣 它會不停走的 有時在 60m 有時在 70m 有時在 50m 那我們要 周時去移動那個泳層的釣盤去釣它 當我釣了10條 8條的時候 我就想 這樣也不是辦法 於是我就將它沉到落底 成功讓我中到兩條金木丁 還有一條黃尾石砂仔 那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人做 我不做 殺出新血爐 那 可以 當收購醜的時候 可以試一下其他東西 當一個嘗試 或者玩一下 都好啊! 豬仔哥湯魚啊! 今晚吃 過你啊! 今晚怎麼做啊?豬仔哥 酸菜魚 酸菜魚 又長節的 長節又有酸菜番薯 今晚有酸菜哥尼 吃了什麼啊? 吃了 去過廁所一點 雖然平平無奇 但是十分好喝 好 多謝大家看到來這裡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集出現的魚 今集出現的會有青魚 還有這個金木丁仔 青魚 日本那些 我們拿來做刺身 我吃下去就覺得非常之香 如果要做刺身 就要接受到重口味的才行 教主Anson 就覺得挺好吃的 還有一樣就是金木丁仔 那這些金木丁仔 我發現它煎是非常之美味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煎它來吃 是很棒 很棒 很棒的 我聽過人說清蒸也可以的 但是我上次蒸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粗糙 不知道是不是我蒸過了火 那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另外就是釣組的問題 今集出現過的 用仕掛來釣青魚 那時候其實我只是用500克圓 但是大家千萬要小心 在南北位是很少很少時間 可以用到500克圓的 如果它一氣流就會變成這樣了 看來剪吧 看來剪吧 上手留下的 上手留下的 是呀 上手不知是誰玩的 神經病 放手 上手來 教師不斷剪吧 教師 不斷剪吧 我剪完一些就行了 這個很吵 我啊 我抽東西在下面 我們兩個抽東西在下面 你有沒有拉了你 不要拉 一拉就亂了 炒多少加 炒三加 有豬的剪吧 有豬的剪 所以我建議大家 盡量減少用仕掛去釣南北位 多些用搖籠 因為搖籠釣組 它剪的時候會方便一點 可以駁回它 如果你仕掛一結合一整組 整組一組 基本上你的仕掛又玩完 別人的布施又玩完 當然如果你可以落到仕掛 而又和大家不炒 那絕對是沒問題的 這集到這裡就完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星期大戰三萬 這張星期大戰三萬 這張三萬當未歐 又趕死了 又趕死了 哈哈哈哈 各位觀眾 起個媽 做爸爸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下次再見